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湯智杰在2003年开始就在香港拆骑 早期追随年马斯·艾伦学艺 跟着艾伦提早退休 及后被安排转头放家拍旗下 湯智杰的拆骑路一直不太顺利 每季的头马数字也不多 近年更加大幅下滑 在2016年5月3日 湯智杰对外公布 他不再申请来季的骑士牌照 阿杰 今季终于决定 不再申请骑士竹牌 其实有什么促使你有这一个决定呢? 其一就是因为我支持不了 这几年多 因为我都比较专注在家里 跟小孩子读书 都少了出去认诚 导致支持大减义 陪着他们的成长 因为你都知道小朋友大得很快 对 但就像这样 你下了这个决定 其实家人的反应是怎样? 没有什么特别的 是的 不过通常我认识你太太 她都很尊重你的决定 但有一个问题 始终近年来说 头马数字是下滑了的 你作为家庭支柱 其实在经济上会不会有些困难? 这方面其实都可以 都没有至于很困难 因为我之前都有坐在一起 其实拉班人来说 这几年都没有什么问题 原来我觉得 有时在马圈来说 整天都会有人说 这一行的人都很跟红顶白 但当然 你们做骑士 心理质素是很强的 但始终你会听到一些 对你不太好的意见 对你不太好的意见 其实你怎样去面对? 没什么特别的 包含人来 又不是在我身上 人家说什么就有他说 这些都听惯了 做了这么多年 叫做一个小分享 因为其实做这一行的人 他们的心理质素 都会比其他行业强 是否原因有一份的斗心在这里? 都是的 没有斗心 你比拼输赢便会输 嗯嗯嗯嗯 比赛也是想赢 每个骑士都会有斗心 我想其实你们说 除了要落到场 发挥是要最好之外 其实你亦都是要和自己 就整天心里 我要冲线 我要冲线 这个就是你们那份客户 都是 对 没错 其实有时候 都会面对很多艰难的时刻 谁在这段时间 会对你最大的支持 最大的支持 都是家人 其实 还有朋友 去支持一下 他们是否你最好的聆听者 反而不是圈内人 而是圈外人 那我自己的事情 我会周围和人说 所以我 不需要什么聆听者 通常问题是自己解决 没错 是男人来的 哈哈 哈哈 其实又说回你的工作 掛了虚之后 有什么打算 曾经都有问过 我想不想去外国 嘗試跑 但是始终我家在香港 一家大小 父母 如果我现在走 好像又不是那么好 所以最后都是 在香港博会 做幕后工作 即是说 都已经是早 五六年前的时间 应该是 都不是的 近一两年都说 若想的时候 去外国跑马 我想 但是家里不去 不去 不去我 始终都有一个牵挂 是的 其实我见到 有些同行的人 他们都可能会举家 去外国发展 其实会不会再深思熟 你想想这些事情 想过很久 都不想了 因为始终小朋友 刚刚都是读学生小学 那些年纪 我们现在在香港的学业 都挺重要 所以不想他们 转去第二个新环境 所以就决定去香港 那你留在香港发展 有传说 你下一季 就会和 效力高东里马房 那其实 是不是真的 这方面 我不方便答 这些事情 始终未成事 还有写字楼 都会搞的 看看 下次会批准我 这个马房 那如果 当然入到高东里 我都会 挺开心的 因为始终 奖金 都在二十几个马房 都比较高 都比较高 这个马房 嗯 是最难忘的呢 嗯 应该也是 第一场马的时候 英冠 那一场 始终第一场 所以 都特别难忘 那这件事 令到你最遗憾 遗憾 就是 黄砖石 当年有一次 跑固一 跑第二 输入短投 那一次 都令我 少许遗憾 那如果你说 做骑士来说 面对最大的困难 和阻力 是在哪里 都是看你 人際关系好不好 始终做骑士 应酬很重要 你有应酬的话 你支持 都会多一点 就像我刚才那样 我这几年 都是 估计你家企多一点 所以少我出去认筹 所以支持 那也是少了 那但是 面对着 就是 那个 行业上面 有些东西的转变 因为其实 在拆棋以来 不断会有一些 新的 竞争对手 譬如好像你说 今年那样 你的 师弟 或者是师妹 他们的成绩 亦都是 相当之好 因为他们都很多 支持 比较 先前的年代 你刚刚出道的时候 会不会有很大不同 都大不同 但你说到什么不同 我又说不出 你是大师兄 你可以分享一下 始终年代上可能会 因为很多人经常都说 制度上都不同了 机会变相 可能现在这个年代 会比较多些 你认不认同 现在的年代 真的 机会会比以前 以前 以前 人们始终都不敢 给华人跑马 但现在这几年 华人的成绩 一般都好了 所以 很多年马师都很放心 很多马主都很放心 给华人跑 或者华人跑 但你们当时 譬如做学员的时间 其实 多不多 出国 去吸收经验 那时 在香港跑之前 都规定了 要去外国 首分一年 然后 回来之后 每个暑假都安排 去不同的地方 我都去过 纽西兰 澳洲 都适应到 都学到很多东西 始终每个地方 跑马的模式 都不同 出去见多些 一度都不同 不过呢 其实 今季先乐的决定 不再申请续牌 其实先前 会不会有这个念头 嗯 都有的 但是 始终家里 有两个小孩 小孩 还在幼稚园 幼稚园的肥肥 开始比较贵 所以我都坚持多 一两年 等他 夏天升上小学 所以我可以 决定放起这个 骑士牌照 嗯 但其实 对两位公子 会不会 帮他铺路 都加入 就是骑士 这个行业 没有 将来的事情 他们喜欢 怎样的事情 自由发展 但会不会 对他们 有些亡子成龙的感觉 会不会 对他们有一些期望 做爸爸 不会 不会有期望 就是 因为我不想失望 哈哈 但最重要 其实他们开心霸落成这样 做了这么久 骑士 有没有哪一匹马 你自己是最喜欢 或者是最欣赏的 嗯 都有的 晋宽藤 高冬离婚 他打给亚军 我记得那一年 他跑那三场大赛之前 我都帮他赢了两场 这只马应该是我 拆棋以来 最好的一只马 其实呢 你自己心目中的马王 是哪一匹 嗯 靓虾王 他始终都是首匹 代表香港 在海外赢出的一只马 而且他很有斗心 他去到 他竞赛新南活棋 虽然很多伤患 但他都 好像继续奋斗 继续向前冲 到临退役之前 都好像赢了一场 只是领虾王 你自己最喜欢 另外还有一只 强中霸 他在拆棋之下 赢了四场 这只应该是我赢得最多 头马次数的一只马 即是因为很合 即是跟你 都算是 最具代表作的 是的 今季呢 就见到你 赢出那一笔的 运才之星 在流放方面 我见你都做得挺好的 都可以的 那这只马 其实由上季尾开始 都已经是我接手操的 那在上季尾的时候 普遍的人都说 他这只马 这只马 不质素妈妈的 很难赢到 然后我才说 不是啊 你继续长期多我操的话 我下季包他很多马 即是起码一场年最少 今季这只马 一开始都是由我操 由他怕马 到现在比较大胆 我觉得 我也有点功劳 另外 在阵上跑马之前用二套跑 其实 一只马 对一只马 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今季季初 第一次跑 我都教威哥 试试一尾套给他跑 结果大胜又回来 这个都是起速望来的 始终自己分裂 自己操一只马 可以操到他去赢 都会有一种成功感 满足感 但是其实听你这么说 有时你在每一匹 你自己教导的马 都会放了很多心机 亦都会给很多意见 练马师 那OK 其实都是一个 骑士要做的事 但最终得到的结果 会不会觉得好像 有些怀才不如 我自己也是少应酬 都是自己问题 所以支持度不够 所以才拿不到 比较多的马 所以如果听你这么说 可能退居幕后 会更加适合你 因为你是 放了很多心机时间 可以放在一只马 那些变相 你教到一只马 你不需要太社交的活动 所以才有这个 退居幕后的年头 都不是的 其实将来 如果我要继续升上去的话 我都是要 学一些应酬 各方面都要提升 如果不是 你升到上去 没有应酬 你都是一日没支持 这个是你自己 最大阻力 我希望你可以的 其实近这几季 会不会说 有某一些人 你是最想多谢 首先我就是 最想多谢 光家柏 他和我师傅 他都支持了十几年 这十几年我跟他做事 他都很照顾我 另外我也要多谢 他去新开仓 苏惟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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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仁细 余渡 石哥 还有阿袁 Efendimiz 灘庡 这个很多ом台 他们一直以来 留着有马支持 深舌的 hebben 成绩差他们 중요한 空心 大家还要拍 真的要多谢他们 路是人行出来的 虽然今天你可能会会遇上整路 让你要路程 不过只要你坚持 继续勇往直前 一定去到你的目的地 在這裡祝福湯志傑 前程感受